大家好,欢迎来到四海维加 在这里听见真实的加拿大 我是贝贝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 已经实践四年素食生活的 刘毅老师来跟我们聊聊素食 这个话题 欢迎刘毅老师 谢谢,很开心在这个平台 能够跟大家以这样的方式相见 我是刘毅 欢迎刘毅老师,感谢刘毅老师 能够来我们的平台分享 那么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 我想知道,刘毅老师 你当时是有什么机缘巧合 会选择说开始素食生活的 我是大概从09年 就开始接触到 spirituality 就是关于灵性成长这个部分 那这个是追求 body, mind, spirit 三位一体的这样一种平衡和发展 其实这些理念 就让我非常的接近素食 我包括当时很多朋友都是吃素的 所以其实想吃素的念头蛮久的 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 一直到其实是这次 叫做COVID-19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大家在网上传那个蝙蝠被吃的照片 我看了之后 整个身心就是涌起一种非常非常的不适 然后从那个之后 我就彻底转成素食了 那这里面也做了很多准备 其实之前失败和后来这次成功 我自己总结 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准备 一个就是在理念上 首先你是不是觉得吃素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它是不是对我们的身体和心灵最好的一个选择 就是在这个你的belief方面 你的信念方面 第二个就是在这个recipes 就是你要有足够充分的营养 和这个就是在这个菜谱 要拓展足够的拓展 因为如果是以降低你的生活品质为代价 那这个事就很难持续 所以一定是保持你吃的首先很健康 第二你吃的很满足 就很好吃 这样的话它虽然是可持续的 所以我觉得最后这次成功 就是在这两个方面都做了比较充足的准备吧 所以最后就比较顺利 所以我看到你是去读了 堪泰尔大学植物系饮食课程 是你是准备好了之后去读的 还是你读了之后才准备好的 这个是我在已经吃素之后去读的 在吃素之后 其实大量的去学习了 一些非常著名的关于素食的一些纪录片 关于素食很深度的一些解析 从健康角度 从环境的角度 从动物对动物的这个 animal cruelty 各个角度 那包括比如说 fox over knives 然后包括 conspiracy 就是梁拉多迪卡普利奥投资 之所以去康奈尔大学上这个呢 是因为康奈尔大学发起这个课程的这个人 叫Dr. Campbell 他也是世界领域在素食这个方面 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activist 社会活动的科学家 那他在康奈尔大学做了非常多的研究 所以我就看到他这个项目 我就想去在系统深入地学习一下 出货非常大 因为他的大概三个月的课程 所以他的内容是非常的详尽 深入 而且非常实用 就是最后一部分 就是教大家怎么去继续好的 对 就是怎么做饭 然后怎么样去平衡营养啊 所以很多知识 我这次也是因为看了纪录片叫《人如其实》 我看完我真是特别心动 说要不要尝试一下素食的饮食 因为他讲到很多环境问题 其实看完是蛮心痛的 对 然后因为我看到说素食它其实有好几种 所以那刘一老师你实践的是哪一种 对 这个还是分得很细的 我自己叫做Vegan Vegan就是咱们中国可能翻译成纯净素 就是是任何动物产品都不吃的 包括奶 包括鸡蛋 包括蜂蜜 这些如果严格来讲 Cheese这些都是属于动物食品 所以这些都是不吃的 这个叫做Vegan 然后还有一种叫Vegetarium 但是在Vegan的基础上他们可以吃蛋和奶 这个叫Vegetarian 然后呢还有在这个基础上有些人是吃海鲜 这个叫做Flexitarian好笑 咱们中文可能就翻译成淡奶素和海鲜素 然后再往上那基本上就是属于杂食了 就什么都吃 我这次看的这个纪录片嘛 它其实提到的有个叫Plant Based 包括你这个课程也是是叫Plant Based 这个跟这三个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是这样的 Vegan就是素食 就是全素 但是呢其实Vegan里边 就是你可以吃的是素食 但是里边有大量的垃圾食品 比如说榨薯条 然后Processed Food 你在比如说商场买到那种 罐头装的各种 它有可能也是素食 但是它不代表健康 所以说其实康奈尔大学这个课程的全称 叫Whole Food Plant Based Diet 或者我们说Vegan的这个升级版本的名称 叫做Whole Food Plant Based Diet 那解释一下什么叫Whole Food Whole Food就是说我们吃的是完整的食物 那么相对来讲什么是不完整的 比如说精米精面 你像米一粒米大米是有三个部分组成的 它最核心的部分是一个种子 然后有个中间的那些内容 还有外面有个外皮 咱们吃的白米呢 就是把种子和外皮都去掉了 只有中间那个部分保留了 那它的口感就比较滑嫩 就是口感好一点 但是营养就丢失了很多 因为你想任何植物的种子 都是蕴含生命力的 都是很健康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取掉 其实就很多营养就流失了 但是它的口感比较好 比如说Whole Food 那我们主张的就是你去吃全食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如果去超市买面包 我一定会买Whole Wheat 就全卖的 那比如说Oat 就是燕麦 然后Brown Rice 然后我就很困惑 我应该怎么把这个豁富的 做得好吃一点 其实素食做好吃的是非常好吃 就是一开始分享 我前面其实有两次 试图转成素食都没有成功 所以说我后来说准备 这个你的preparation 就包括你在ingredients和recipes 在这方面要做充分的准备 尤其是小孩 如果家里想有小孩 希望小孩跟自己一起 因为小孩对口感很看重 所以这块就是要做充足的准备吧 像我女儿跟我也一起 她没有跟我 她其实比我晚大概一年左右 但是后来她现在也吃素有三年多 她也是纯素吗 跟你一样 我也是纯素 但她因为你是不是稍微年纪大一点 她能够了解这些事情 对 她的学习能力比较强了已经 就是我没有去强迫她 那我自己转成素食 我会把我学习到的知识 跟她分享 然后她呢 她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小孩 所以说她跟我在一起吃饭 她就说不希望我们两个人 吃还在分着吃不同的东西 所以她就比较迁就我 所以我们俩一起吃饭 她也就跟我一起吃素食 所以吃了一段时间之后 她自己体会到她的好处 她自己减了二十多斤 对 因为有一个数据是这样的 就是相同质量的蔬菜 水果 穀物 这些素食的东西 跟相同质量的肉蛋奶 如果你去比较 它的fat的含量 是九倍的差异 所以说为什么吃肉容易长胖 因为它的fat差九倍 所以说其实我们 像我吃素之后 我也减了十斤 但是我是没有对自己的 就是饮食 没有任何要就是控制自己饮食 就饿着自己 我从来不饿着自己 我饿了我吃东西 但是也不会说 让自己撑的不行 但是饮食是属于很满足的状态 所以我受这个食筋 不是说靠控制饮食的量 而是完全通过饮食结构的调整 所以相当于是 你们两个都变成了纯素食 然后呢 你们直接能观察到的变化 就是说直接体重减下了 十斤或者二十斤 对 我觉得素食代物的变化 除了体重之外 还有就是我女儿 她觉得她自己变得 比以前更加peaceful 就是内心更平和 就是在之前 可能她会比较容易被环境影响 容易比如说angry 但是她吃素之后 她觉得比以前更加peaceful 这是多久大概能感受到的 这种精神状态的变化 几个月的时间之后吧 我的感受不是特别明显 因为我每天做meditation 这个对我来讲 就是我一直都相对比较peaceful 所以说可能我的感受 不是很强烈 但是她感受比较强烈 所以她跟我分享的这个部分 还有一点就是 对动物的那种同理心 同情心 就会很爱动物 就会你会不忍心吃它 这个是我女儿跟我分享的 她原来 其实最初吃素的时候 不是出于说 哎我舍不得 不忍心 而是更多出于健康 以及其他好处 但是当你 当她吃了一段时间之后 慢慢就会对动物 有很强的连接感 就会不忍心吃它 比如说你们一点点 设计动物的 你们都不会去吃嘛 这会不会已经上升到一种 比较偏向信仰的一种东西了 我觉得怎么说信仰 我觉得是爱吧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 你现在也养狗 我们家有一只鸡毛 很大我真的 对 我会对这些小动物 产生很强的情感 你会明确地感觉到 它是有醒悟的 你明确地感觉 它对你的爱 对你的依恋 我会觉得真的动物 是我们的朋友 就包括因为我吃素之后 我在Instagram上 也follow一些 就是跟素食相关的一些 一些channel 其中有一个 他们经常放动物的 比如说牛羊 然后有很多那个互动的小视频 就是人跟牛之间的那种互动 那种那种你就感觉它 那个牛是我们不太熟悉的 因为它属于大的 animals 但是你看那个视频 就是它跟那个人类之间的互动 真的你会觉得 它们是有爱的 它们是有爱的 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 mindfulness 以前我觉得冥想就是一个 胡扯的东西 但是呢我应该先实践了 再去判断它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去年开始实践的 我的天哪 我怎么没有早点开始 关注特别大 太好了 说的meditation 当然是mindfulness的一个 很重要的部分 其实还有mindfulness是在动态的 就是在你生活的 每一个起心动念 每一个年代的举止当中 也有mindfulness 包括吃饭 就是能够就是 以mindfulness的这样一种状态 去吃饭 就是你每一口食物 你都真正跟它在一起 而不是像我们社交 我们吃饭都是 吃而不知其味 就是把它塞饱 赶着去上班 赶紧塞进去 其实我们吃的什么 我们没有什么感觉 就我们没有真正跟饭在一起 但是如果我们用mindful的态度去吃 你吃之前和吃的过程中 对它心怀感恩 然后吃之后 每一口都尽量去咀嚼到很细致 然后比如说你看我们吃素之后 我们慢慢觉得 哦好多食物 没有那么多添加的调料 它还是这么好吃 对包括这个前一段 我带饭有时候 就中午就切那个嫩嫩的 那个salary 就是芹菜 胡萝卜 有一次我就吃这 芹菜这么好吃 就任何调料 没有任何加工 就是一个就非常新鲜的芹菜 切成几段 然后直接带到办公室 然后中午去 哎呦这芹菜好好吃啊 这种 我觉得吃素 以及mindfulness 它会改变我们跟食物的关系 关系这两个字特别重要 你有这个mindful的时候 你其实在吃的 不是单纯正吃这个动作 就你在 你会回味它这个东西 带给你的味道 然后体会它 进入你身体的那种感觉 对 有一个YouTuber 叫Alan Godvegan 他开始就是在伦敦吧 就是自己的厨房 后来慢慢 他的followers越来越多之后 他跑到Wells吧 英国北部的那个地方 自己的老家 然后自己去做有机的 种有机的farm 然后自己丰收 自己种自己收获 然后用自己收获的这些蔬菜 来去做饭 他很后来后期的好多视频 就是在那帮上 在天然的环境里去做 我现在想象一下 都感觉那个画面很美 很美 对 真的 而且你会感受到那种 就是感恩吧 就是你看这个大自然 这块土地 你就是拨下去 然后它给你的反馈 如此的多 那我们回到刚才 我们还没聊完的话题 就是刘里老师刚才说到 你在上 看大学课程的时候 有哪些理论和观点 是颠覆你认知的 对我来讲 特别颠覆的 应该就是很多细节 因为我就是 整个的基础理论 因为我已经完全 接受素食了 所以在这方面 对我来讲 已经没有特别颠覆的 但是可能 如果对于 没有接触过 这些内容的人 会非常颠覆 因为他首先开篇 就讲了美国 调查的前十大死因 所有的死因当中 前十大 除了第十 好像是自杀 然后还有一个是 好像是流感和肺炎 然后除了这两项之外 其他的八项 全部都跟动物性饮食有关 比如说高血压 心脏病 糖尿病 所有这些东西 其实全部都跟 动物性饮食有关 这个还是非常震撼的 就是比如说 有一个著名的专家 叫Dr. Esselstyn 他也是康奈尔 这个课程的一个讲师 那他是克林顿 总统的健康顾问 那他是 原来他是心脏病的专家 他就专门 就治疗心脏病的 后来呢 他发现 光是做手术 去treat这些人 其实是叫做治标 不治本 就是好比说水龙头坏了 但是你做的事 不是去换那水龙头 而是拿了一个瓢盆吧 不断地把这个 他都已经溢满你们的家了 然后医生做的事 就不断地把水咬出去 而不去修那个水龙头 他说这个心脏病 他说真正的水龙 这个问题出在我们的饮食上 而不是 所以说你说当 那个好多人心脏说 啊这放个支架 那放个支架 其实根本就不解决问题 他只是延缓了你的死亡 实际上病因还在那 所以后来 所以后来 Dr. Asselstyn就 他也没有 当时他还没有很有名 后来他非常有名 他没有很有名 所以他也没有 就是院方 医院 他在医院工作 医院方也没有给他 research fund 他说那这样 我自己做实验哈 你们就给我一些 就是病患 我让你做一个实验 就是把这个 用传统的医疗手段 已经没有办法的 就已经不能再做手术的 已经在他们眼里 已经没救的人 基本上就是一年之内 就会结束生命的这些人 对了他 我忘了是十几二十个 这样的病患 然后他就把这些人 召集在一起说 现在你们其实已经 没有太多别的选择了 所以我就邀请你们 相信我 我们就开始 转变饮食 他就只做这一项 就是转换成 whole food plants bed diet 但是对他们来讲 除了这个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因为油脂 fat fat是对心血管 伤害特别大 所以这些人 除了不吃 所有animal food之外 尽量不吃油 然后这些人 就跟随他 然后陆陆续续 可能有少数几个人退出 但是这些人 好多人到今天还活着 就是他们的 就是心血管的状态 有了一大的改观 医生都说 这些人基本上都活不过一年 结果人活了十几二十年 对 所以这些人都是 你去看那些documentary 都有这些 非常真实的数据 然后病患的采访 他们实验的过程 包括这个Dr. Campbell 跟中国合作了一个巨大的项目 叫The China Study 做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数据库 就是研究全国各地 他们的病 生病和他们的饮食 这些关系 发现吃素的人比较健康 然后说那个时候的中国 比较健康 因为心脏的高血压 心脏病 中国都特别特别少 所以他们就不理解为什么 后来去发现 中国人吃肉 只是作为调剂 就是一口菜 里边放几片肉 调调味儿 但中国人很少 像西方人 进这一餐 一大块肉 一大块鲜鲜鱼 然后几片蔬菜 他们以肉为主 蔬菜就稍微点缀一点点 咱们是以蔬菜 谷物为主 然后肉 就是点缀一点点 后来他发现 这个是中国人 很少得那些病的原因 但是后来 因为中国变富了之后 中国的糖尿病 所以这个也推翻了说 好多人就是叫做生酮饮食 说糖尿病跟谷物有关 实际上不是的 这个也是颠覆的 就是糖尿病 其实对 糖尿病真正的致病因 是animal fat 而不是谷物 比如说中国 中国那个谷物 这么多年的这个摄取量 从我们比较穷到现 后来比较富 谷物摄取量 没有太大变化 真正的变化的 主要是肉 蛋奶 这些东西 是这样上升的 然后你就会发现 糖尿病 就是跟那个 是完全一样 但是跟那个谷物 其实尤其是全麦谷物 是非常健康 非常重要 你像我现在 我女儿和我每天 都吃大量的谷物 当然都是全麦的 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 你的这个也颠覆了 我的认知 好多人误解 包括就是生酮这块 我还专门去看过 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 生酮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它会让我们的 营养元素 非常的缺乏 所以生酮 会造成身体的 很多问题 这个好像是很有争议 是不是 很困扰 就是这一派这么说 那一派这么说 但是呢 哪一派里面都有 很权威的人 你不知道应该听谁的 所以说我觉得 最重要的是听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 我是这样 我因为在最后 转成素食之前的 大概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吧 我有尝试过几个月的生酮 然后呢 尝试的结果 是特别特别不好的 就是首先 我的肚子就变大了 我从来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肚子变得 而且变得比较硬 就是对 然后呢 感觉不舒服 就身体很沉重 很不舒服 对 所以那段 自己其实 就是所以说 就是你说的 因为市场上 有很多的杂音 那么你选择听谁的 可能你自己实验了之后 你是最有说服力的 就是哪一种美食 让你真的觉得 我整个身心都很愉悦 就是 不是那么相信说 这个高血潭跟古物没有关系 我一直是被逛输 这样的理念的 那这个是他经过 这个科学实验得出的 对呀 当然了 他们都是 世界上最顶级的 一些专家 他们都是最权威的医生 然后做了大量的案例 去总结出来的 大量的数据 是特别有说服力的 那为什么这些都这么 已经有说服力的东西 到了我们大众这里 就是各种杂音 那么多 这个部分 在康奈尔大学的课程里 他也讲了 因为肉蛋奶行业 他们太有实力了 我们就说一个 比如说就是那个 达能集团 雀巢集团 你想想这些公司 多么有实力 对 所以说呢 他们会 他们带到资本市场 对 他们有特别丰厚的资本 来做大量的marketing 去混淆视听 所以我他那里边 举了一些例子 比如说有一段 是美国那个 纽约市的市长 叫Bloomberg 他呢 就想推出一个政策 限制碳酸饮料的尺寸 就是说不要特别大管 要小一点 他只是说小一点 而没有说 说你不许卖之类的 就这个引起了 他们的行业 特别大的攻击 就是说他们 当时很详细地介绍了 就是他们会用哪些手段 来混淆视听 其中包括就是 以假装的消费者的角度 去做广告 然后以及做政府公关 美国一个 美国的那种权威的机构 他那上面有一个研究报告 很明确地指出 就是红肉的摄取 对你的健康是有害的 这是明确的 这个研究报告 但是你知道最后 到消费者手中的时候 这句话被改成了一段 极其模糊的 就是你说 你读完了 你不知道他到底想说啥 报告是很明确的 但是当他到消费者 这个传播到消费者 这里的时候 已经变成了一个 极其模糊的 就是他们的目的 就是要让你不清楚 其实也有很多 就是健康方面的association Plant-based的这种association 但是他们跟这些大公司相比 他们的实力非常的弱 他们没有钱 所以说他们只能是靠自己的知识和良心 但是那些大公司非常有钱 所以大公司他说 我哪怕我就是抛出不同的声音 就比如说声童 包括那个就是很多这些概念 其实好多概念是他们造出来的 就包括喝牛奶 就是他把这个烟雾蛋放出来 他说哪怕你不知道什么是真相 起码把你搞糊涂了 你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相 你面临的就是这样 你觉得我也不知道该相信谁 那你这样他们其实就达到了很大程度 他们的目的就达成了 你就会继续去消费他们的产品 对 一部分人是说很难理解 纯素食的这种生活 对于这些种不相信的 或者是觉得很难理解的这些人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以及怎么样一个看法 首先我的态度就是完全接受和尊重 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缘分 那包括我自己我也不是 我才吃素四年而已 那我只吃素五十一了 那么我在我漫长的人生当中 我也不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所以说我觉得尊重每个人 有不同的生命阶段 不同的缘分 但是如果能够有缘分 去逐渐开始接触到原来自己不了解的东西 甚至开始尝试 那我觉得我会非常的开心 然后会非常的祝福 因为我现在完全相信 它是一种更加健康的选择 也是更加就是对这个地球可持续发展 对我们的后代更加负责任的一个选择 那你开始素食生活之后 有没有遇到什么社交方面的挑战 比如说你出去吃饭呀 点菜呀这些 跟朋友一起吃饭 对对 我的朋友呢 还挺尊重我的 而且甚至于就是我有个朋友 是原来特别爱吃肉 但是现在也很爱吃肉 后面又开始接触到学佛 结果去年他就开始说 哎 其实我应该多吃素 他主动说的 我当时觉得很欣慰 对 然后在 在我学校里边 大家我觉得都 就是老师们相互 好像都比较能够尊重彼此的差异 我觉得在这边就是 在加拿大好像大家对这些相对来讲 那种比较多元的东西 但你要是回国旅游啊 玩啊 那会碰到这种饮食上的问题吗 我女儿回去 她会就提到说 中国对于素食的这种认知程度 会相对还是稍微弱一些 比如说她回去跟人说 我吃素 能不能给我做个素的 然后拿上来之后 发现里边有鸡蛋 他们的理解可能是你说那种 vegetarian那种素 对对对 他们觉得鸡蛋是可以的 然后奶酪啊 什么这些 就是所以说 在中国的时候 你要跟他明确的说 哦 这里不要 对 不要有肉啊 然后鸡蛋牛奶啊 或者是这个 你都要跟他说清楚 可能中国对这些的认知吧 相对还是稍微弱一点 但中国 中国有一些非常好吃的素餐厅 对 比如北京的 北京的续香斋 还有经兆品呢 都是特别好吃的 是在加拿大跟中国相比吧 加拿大因为是个多元社会 你也知道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这边吃素的话 其实我们的选择非常多 比如说我可以选中东餐 然后西式的 然后非洲的 其实都会有很多素食 我觉得在这儿 我们是基本上是一个世界食谱 是 在世界各地都能够找到 它的素食的那个options 我当时看那个纪录片看完 我想我要不要也实践一下 试试看 然后你知道我脑袋里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我开始吃素了 我的生活会不会很苦 少了很多美食的乐趣 对对 所以这个我就跟你说 充分地准备 在食谱啊 食材啊 就是不以牺牲生活质量为代价 很多 出素我觉得还有一个好处是 就是变得比较寡欲吧 我觉得不只是吃素 其实从COVID-19之后 我发现我周围的人不只是我 大家对奢侈品的欲望都降低了 原来像我刚才说 我那个好朋友 不只爱吃肉 特别爱买奢侈品 他说他家光香奈儿的包 就好几十个 然后呢 现在他说 他说我再不买这些包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呢 你其实你说 我们买这些奢侈品 你说有百分之多少 是为了说我真的喜欢这个东西 而又有百分之多少 是想售给别人看 我是有实力的 我是有品味的 对吧 这叫需求 对 就是很多时候 奢侈品满足的是你的心理上的欲望 觉得 我买得起 我有钱 我有实力 OK 你应该认可我的价值 更多的是这方面的心理需求 这个是ego的需求 小我的需求 那么就 就是从COVID之后 我们很多时候是在家办公嘛 然后你的社交 其实大幅地降低了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 基本上出去是不安全的嘛 大家不太去搜索了 你就没有太多机会去跟别人去瘦 说你看我穿的衣服 你看我背的包 然后你就会慢慢发现 我真正 我不为别人怎么看我而活 而为我穿什么最舒服 但是我发现 其实我那个好朋友 就说他吧 他衣服现在从大牌变成了 Lululemon 全是运动状 就是因为发现 这个最舒服 就是他为自己而穿 而不是我为了别人怎么看我而穿 所以也是一个很大的 这种价值观的改变 对 我觉得可能一部分是COVID的 但我发现另外一部分原因 可能也是加拿大整个文化的原因 我旁边反正有些朋友也是这样子 就是来了加拿大之后 他们就变得跟你这个朋友一样 在物质上的这种欲望越来越降低 然后觉得已经没有必要了 对 也有可能因为加拿大人相对来讲 好像比较朴素一点 对对对 然后比较爱运动 那每个人都穿入Lululemon 对 比如跟你聊完这一期之后 包括我们的播客的听众朋友们 也想要开始去实践这个素食生活 然后怎么去开始 就是每两周吃一次 他有一天 它叫Cheat Day 他那个Cheat Day 他一开始他还会吃一些肉什么的 然后慢慢他把那个Cheat Day 也改成素食了 但是那个Cheat Day 他就会吃一些垃圾食品 但是他是比较有觉知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 就是逐渐的 对自己来讲 更practical的方式去实践 就是要循序静静 刚开始可能可以吃淡奶 对 然后慢慢的就适应了以后 然后我们再去给淡奶也去掉 我会很担心一个问题 会不会营养不够啊 不会的 打素食和肉的这个营养对比来讲 好多人误解 以为蛋白质是动物力特别高 实际上完全是误解 植物里的蛋白质跟动物含量是一样的 比如说菜花 西兰花 它的这个protein的含量 跟牛肉的protein含量是一样的 好多人都不知道 就是很多植物里才有的 比如说纤维 纤维对于我们肠胃的健康特别重要 只有植物里才有 动物里没有 是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然后胆固醇是造成我们像心脏病啊 这些东西高血压什么的 治病原因 那么这个蛋白质醇只有动物里有 植物是没有的 然后好多植物的含量 其实比动物要高很多 对 就是这个其实大家如果去查 其实都是能够查到的 那你是吃哪些食材来代替这个肉 比如说豆腐我知道 豆腐然后各种oats oats然后各种穀物 然后蔬菜对 就是那个nuts and seeds 然后像那个 比如说咱们加拿大经常吃那个 flex seed叫什么 亚麻籽啊 奇亚籽啊 hemp seed 然后各种nuts 然后蔬菜水果越多样化越好 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都可以吃 对 那你们对油有讲究吗 就是要那种菜籽油 或者是牛油果油这种对吧 就是Dr. Esselstyn 他说心血管不好的人 就尽量少吃油嘛 如果是我自己做饭的时候 我一滴油都不放 那你的脂肪就是纯粹通过那些食物来获取 对吧 对 nuts里边有很多油 然后比如说你吃花生酱 你肯定有感觉 花生酱里有很多油 而说苹果是很high calorie的 是然后high fat 所以这个植物里本身其实有很多 所以按你的观点 其实油纯粹是 就外面这种炒的油 纯粹是为了让它好吃 但是我们实际上需要的油 从这个坚果 从种子 这些里面其实都是已经可以 获取到我们需要的这些那样的 对 而且为了保持口味 我是加很多的spices spices包括就是各种herbs 就是西方西式的 然后包括中东的各种herbs 我就当你调料做放的很丰满的时候 其实它的味道也很好 那今天谢谢刘宇老师这么精彩的分享 有很多干货 那之后呢 我会把刘宇老师推荐的这个纪录片 或者是他推荐的YouTuber的账号 会分享在我们的生动子里面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么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也欢迎给我们留言 好了 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刘宇老师 客气很开心 再见 祝福大家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